我国制造业仍在4月份持续增长 增幅比3月份高 出乎观察家的预料 当中新订单和工厂产出的增幅加快 库存则以较慢的速度收缩 根据最新数据 上个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弹 上升0.2点达50.3 这已经是制造业连续22个月扩张 另外电子业的增幅也上升0.3到50.7 连续21个月扩张 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表示 制造业的前景依然可能受到能源成本上升 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但4月份的数据对制造业仍是好的预兆